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声娱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昨天我和梁振文 谈了他幸福的成长 温暖被很多老师疼他 他也得到了很珍贵的演出机会 这些都是很幸运的 一踏出演艺学院就做文武生 幸运真的是幸运 但你完全没有经过捱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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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觉得现在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验期 其实是的 按照常理应该是要从低做戏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从夏兰 或者是二步针 二舞那些位置做戏 你可以看到前辈是怎样去做 和可以熟悉每套戏的戒口是怎样的 当你自己做主演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做 因为香港这个环境真的不同 内地的剧团的运行模式 是比较艰难的 所有东西都要靠自己 其实上一集我应该都有说过做过二步针 都有做过的 其实刚刚出来做这些位置 很紧张 做夏兰也很紧张 看看前面的走 看看前面的走 以及那些位置的戒口 我记得有一次做 这个现归人未归的二步针 徐思杰 我真的没有做过 又是在台上见 紧张的位置就是当晚有说龙哥和田哥 文武生小心 你说我多么怕 所以我就跟母师兄弟他们分享 我好紧张 当时姜师傅 他很好 你别怕 你上台你就是最牛逼的 你记住你真的不要去看别人 他在台上 他是我的手下 每一个转身看到他 他给了一个坚定的笑容 我就是一个 给自己信心投入他做 都能完成得到 又提到这位师傅 很英俊的 姜师傅很fit 是的 我心中有数 我们看到他都很喜欢 而且他对人很好 很照顾 姜克成师傅 证文你自己本身在初踏器班做二步针的时候 你会不会都感受到 尽量学到多少就去学 有的 因为这是实践 是的 当时有 做了一轮二步针之后 劍英哥哥 就问我 你有没有兴趣做武师 我说我当然有兴趣 你去吧 你去找我吧 不过我回的那些不是很行的 我说可以了 你不用怎么回的 你补一下位 或者做些简单的事就可以了 他很照顾我的 所以那些 叮叮白难的那些 不用我的 当然有时候 简单的那些 都要做 认识到韩老师 韩燕明老师 韩燕明老师也是很照顾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 我说这个期间 就是我刚刚毕业没多久 一段期间就是有做武师 他看到我刚刚出来 有没有什么做 你过来 跟我吧 韩老师 这个时间就是 已经是学院那边的资助 或者是 停的 你毕业了 其实真的要踏出社会 工作和生活 是的 就是有做武师 武师的期间 又是学习的期间 是是是是 又可以在虎道门 旁边去看前辈会怎样做 还有 就是那些档子开打的那些位置 你自己做过 武师你就知道你做主演的时候 那些位置应该要怎样去 哦 你会在虎道门一路看 那些师傅打的 是吗 会 这个是不是你的 阿吴老师 吩咐你 争取任何时间去学习的一个时刻 他什么时候都叫我这样去做 这一件事 很多前辈都有说 香港的前辈都有说 燕姐 田光 你们 最紧要看多些戏 哪个前辈都要鼓励我们后辈 看多些戏 嗯嗯 接着我见到你 是否因为通过剑鹰 你是有机会和阿康华 阿嘉明姐他们有机会合作 我见到有批相片是几快乐 你们有一批演出的合作相片 是呀是呀 是呀 那个究竟又是一件什么事 是呀 我做了一轮武师之后 到阿康华姐姐找我 第一次她打电话 问我 你有没有好期啊 何时何时何时 我说 干什么事 想订你做文武生 咦 她是第一个邀请我做文武生的前辈 记得那套是什么戏 当时的戏好像说是白蛇传 你先做他 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延迟了 延迟了 就换了剧目 就做这个《借药幻》 《借药幻》我记得 是一个新写的剧 刘笋老师和家鸣姐 是做这个戏的艺术指导的 非常感谢康华姐姐 家鸣姐和刘笋老师给了这个机会 对我的信任 在这个戏里面你的发挥是怎样呢 这个戏里面 主要是唱段和弹角的交流情感器为主 是一个正义的人物 其实他们都觉得适合气质去做 主要是唱段多 在翻查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批 大家互相拥抱 在舞台上的互相交流 在舞台上的互相交流 一批相 所以我都觉得 郑文参与演出 这个由哪位鼓励你去参加 这个八和的粤劇新秀系列 这个是我自己的 自己鼓励自己的 网上看到一些 八和新秀的 那个面试的机会 我自己报名去面试 为什么那么好奇 还有为什么那么渴望 因为八和新秀 你学到 学到新的戏 还有可以跟很多前辈去学 是不是一路都有听到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 一个基地 是呀 所以就报名去 很紧张的 我记得面试那天 所有的 艺术总监 都坐在那儿做评委 听你唱的 包括大家认识的所有大老官 现在很多 全部都是大老官 是的 但是入到去 你能入到 你能入到才能担戏 这一套是什么戏 还有哪位艺术总监 给你这个机会 一开始是二步针 是做这个 做这个 我不记得什么戏名 总之就是二步针 就是戏份不多 早后也有做小事 但是你改变自己 譬如做老角 因为我觉得 八和粤剧新秀系列 是那些艺术总监觉得 你可以试下挂鬍 还要是挂白鬍 或者是老角 女儿又可以做男 都给他们很多机会 给他们新秀 是的 有的 有时做一些乙母 真的要挂鬍 我不要紧 我记起了 就是挂鬍的 做现归人为归的 广 第一个八和的劇目 是现姐 好像是现姐 是 说一下就会记得 因为有时未必突然会盛起 是 之后就担陆柱 是 有做这个 龙凤真挂睡的小生 阿群姐 有做九天元女 有做这个 思考记的二步针 有严阳长照卯丹雄的小生 这个就是田哥教戏 田哥都有 我有两部戏在田哥那里 哇 这一批戏 你又没有接触过 亦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拿了这么大堆戏 剧本回去会不会觉得 原来香港的粤剧有这么多这些戏的吗 有的 其实真的 真的都 紧张的 拿到剧本之后 因为 要是为什么呢 我有时拿着剧本看 它的字 我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处理 就是最初 现在会好跌 因为做过 大概知道模式是应该怎么去进行 我当时拿着得罩字 怎么办呢 那我就去 买票看电影 譬如说《九天元旅》 我就买票看 阿芬姐 郭明辉 一看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多 剧本没有写的东西 当然 又讨教前辈 问燕姐应该怎么做 他们 所有前辈都很用心 很耐心地去 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做 那我就发现 哦 其实 真的要看多些电影 真的要 这真是前辈给你一个最好的教导经验 是呀 只有看电影你才知道 实际看到 长辈演员在做什么 是呀 角色怎样揣摩 那你现在拿着剧本呢 一个新的剧本呢 跟你最初 即是有老师指导 排你觉得自己在 消化的角色那方面 会不会 是有进步呢 一定有进步 因为为什么呢 我最初拿着剧本呢 上台做戏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几曲 还有几解口 现在呢 就慢慢地 知道应该怎样去放松 还有去进入角色 就是往多方面 多这方面去用 你 你是林聪 好错 就是你累累喝不死的林聪 林聪 你善离职手 草鸟墙未消 你 你 你该当何罪啊 洛习 你与我有何受恨 今天要自我诛死地火烧 草鸟墙定下毒鸡 你 你你你你 你还想活 并 妈 林聪 你死亡临后了 眼来在眼 兄弟们 喂 喂 喂 哦 老 小 小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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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